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来告诉大家柯文哲的鸡鸭亭结果 在刚刚的检方的讲法是说 他们平常心已对 至于柯文哲的律师 则是喊尽力了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记者李洁在地院的一个最新报道 终于开完了 那我们可以知道 实际上他目前人呢 他是在候选室来等候 稍后的这个北院会提供的 才是的结果 不过我们可以知道 其实这次呢 开的这两个半小时 对他来说 其实也是相当的煎熬的 因为这两个半小时的过程里面 他其实呢 要重新的再走一次所有的流程 同样是要再面对 接下来到底是有没有可能 会有重金交保 或者是有没有可能 会被积压的这个可能性 也因此我们可以知道 这次他所为人的律师团队 其实阵容是相当的坚强 其中也包括 有人当过律师 有人当过法官 这些私立都是在 司法实际上 都是相当的了解的 不过这次我们可以知道 他们开庭 一路开到了下午的四点半 这个过程里面呢 其实我们也知道 其实检方也是有 准备相当充足的证据 不过呢对于检方 所提出的新市政 就在稍早承证法官认为说 不要突击柯文哲 让他们就是有一个 公平的一个状态 也因此呢在新市政的部分 其实在这次家庭 是没有拿出来的 因此我们可以知道 这次主要的审注 还是以原本的证据为主 只是针对原本的证据 到底柯文哲 有可能会被裁定收押吗 那我们可以知道 其实这次呢 大家比较关注 就是他接下来的结果 到底有可能会收押 还是有可能会招保 那我们可以知道 其实在之前呢 柯文哲对于这个 交保的部分 他是不愿意付交保金的 但是这次到底结果是什么 其实外界也是相当的好奇 不过我们可以知道 这次两个半小时的停讯 他的过程里面 他人都是在这个法庭里面 都没有任何的离开 到了稍早呢 4点半终于结束的时候呢 才来留后诊室 来等候最新的结果 那我们可以知道 现在最新的结果 预计呢 大概是在5点半以前呢 这个北院就会来宣布 他到底目前第二次 家庭的裁定的结果 而根据了解呢 好 刚刚看到是在地医院这一边 你可以看到所有的记者呢 几乎都已经开始突然的 工作起来了 因为这个停是从下午的 2点钟开始的 现在其实比预定的 这个2点半还要早一点点 那现在知道是 开了两个半小时 今天跟上一次有什么不一样 今天的法官不一样 好 今天的值班法官呢 是这一位说曾经自称是 绿色法官的吕法官 叫做吕正叶 好 原因是因为 现在呢 他们说吕正叶是值班法官 那已经受理了 他其实是昨天接受到的 今天早上呢 他们先召开程序庭 那下午开集压庭 那讲到绿色法官 大家就觉得 那会不会政治办案啊 北院昨天就赶紧跟大家来澄清 说其实呢 什么绿色法官 这他从来没说过 是不是留给大家 一个纯净的审判空间 你会问这四个字哪里来的 时间必须要追溯到2019年 当时前民进党的 党主席施明德 他是因为跟王世坚 两个人的互告案 他提到了说 这个法官告诉他 我是绿色法官 你不答应和解 我下午就判你输 结果他后来真的 就判他败诉 可是当年北院也有澄清 说他们有去调阅了 现场的庭的录音 并没有这样的发言 而另一个呢 比较具有争议性的 则是他先前在办案的时候 澄清因为违反办案程序 还有法官伦理 所以呢有被监院给弹劾过 那现在呢 大家就来看 到底今天的这个最后判决 跟上一次 因为他所有的举证的证据 都必须要回归到2号 当时那个时空背景之下 不能够再提出一个新的试证 那会是怎么样的一个结果 陈文倩昨天是这样讲的 他认为 他的观察是北柬 好像想要替民进党 毁掉柯文哲 甚至呢还说 检方的办案很没有尝试 最主要原因就是 证据没齐嘛 让人家觉得就是急着 再抓柯文哲 好像想要毁掉柯文哲 尤英龙甚至直接讲了 今天去很有可能就变成他妹妹讲的劣势啊 说现在是柯文哲 上断头台前的时刻 好戏才刚开始 那当然今天的一个结果就两个 一个呢就是积压 那真的就被扣给灭 那另一个呢就是交保 那交保的金额也会影响到 最后大家怎么样来看这个案子 目前呢如果真的被积压的话 先前民众党有一个案例 是被积压之后开除党籍 今天上午的记者会 大家问到民众党的中评委 他的讲法是说 因为柯文哲正在请假 所以没有存在这个问题 目前大家团结一致 支持柯文哲 那这样的回应他会说 真的有回应吗 而这个案子呢 到办到现在为止 其实检方实施的在征询 或者是约循所有的 不同的可能是被告 可能是证人 那市政持续在增加当中 现在呢林周明 在前几天上证论节目的时候 有讲到 说其实呢 他比较有经历的是大巨蛋案 主要原因是因为那个时候 他在做大巨蛋案的时候 柯文哲的办公室 实任主任叫李文宗 甚至呢对他咆哮 要他离职 原因是因为 他施压要求更改 大巨蛋的督审记录 那李文宗在这一次 其实是有出现在案子里面 指示不是清华城案 而是政治现金案 如果那个时候他也当过他的 办公室主任的话 现在政治现金案被200万的交保 限制出境出海电子监控 那他对于当时柯文哲 在当市长任内的这一些经过 他真的都不知情吗 如果是政治现金案真的需要到重宝 然后电子监控吗 而目前在高院发挥跟财的这些书里面 他其实也有提到说朱雅虎可能是其中的关键 原因是因为现在发现他跟应小微有一个对话记录 所以来举证说 柯文哲他应该有涉及其中 所以我们把这些关系人放到这边列出来 那是不是政治现金案跟金华城案 现在的金流会串联在一起 其实看起来没有关系 但是如果他真的金流会勾起关系的话 会不会最后是串在一起来看 要请教一下亮哥 因为等等大概在5点10分 现在5点6分 5点10分的时候 很有可能地院这边就会出来 来公布今天家庭的结果 这个案子事实上有点冲促上马 主要原因是因为应小微跟沈欣欣看来要出国 可能就是消息走漏 这个消息走漏当然也是北柬的问题 为什么人家会知道 甚至应小微不是在台中清泉刚被拘提吗 对不对 所以到那个时间点 他们所掌握的金流 就只有沈欣欣进入应小微的账户 就是最后一个月那个4500万 其他所有的人的账户 钱是怎么来的 他们都不能证明是从金华城去的 问题在这里 所以陈文健才会这样讲 说你主要是要办彭正森跟柯文哲 结果他们的账户的钱 或者是现金 你都没找到 也不能够证明金流 那你为什么要开始启动这个案子呢 可是这个北柬就是他很无奈 就是重要的账人 如果这两个人走了 那他怎么办 他搞不好就没有办法办 可是这两个人你一旦把人家约谈 然后做了积押 你后面就启动 对 对不对 所以你就看到他就启动了55路的搜索 结果搜索了 柯文哲四个个人的地方 没有收到任何的现金 就是这个状况 所以就卡住了 坦白说我也不是说 一定要收到金流才能办案 因为我们有图利罪 可是台湾过去图利罪定验的比例 只有30% 通常都是下属 或者有录音带干嘛 反正就有明显的指向 就是你决策的 这么大的一个案子 然后柯文哲又是民众党的党主席 你现在就要用这样的一个 现在你们都没有直接的物证 比如说便条 比如说林中铭讲的那个便条 那个怎么会构成证据 柯文哲说 不要让公务员犯法 这个不是很好吗 这公民语道德 所以你都没有直接的物证 录音带 然后你现在就要说各种人 说柯文哲有做决策 或者他有干预 或者他是知情 那你这样就要做积压 坦白讲很多人都看不下去 所以这个已经不是 你信不信任柯文哲了 而是陈文健他讲得很对 就是说本来是 你信不信任柯文哲的问题 现在变成 你信不信任北柬的问题 所以变成 好像我对于北柬办案的不够周延 那我要怀疑 这种人变多起来了 所以为什么有人做声量的调查 说最近柯文哲好像有上升 满血复活回归 对 可是并不是支持柯文哲回归 是对北柬办案的草率 粗暴 或者是不周延感到不满 是这样的情况 那坦白讲因为柯文哲好歹也是 在野第三大党的党主席 所以国际也在看 而且你现在都拿民主台湾当做抬头 美国AIT也有出来讲话 对不对 人家干嘛讲话 我觉得美国人也是很懂的 日本也在看 我就刚刚跟你讲了 美国跟日本没有图利罪 他就觉得说 你怎么会找不到金流 因为我们又不是法国 又不是意大利 他们就会难以理解这个案子 就好了 柯文哲有介入 柯文哲现在的账户查下来 他短少了136万 没多钱 还少钱 是啊 那请问沈庆兴给他的钱在哪里 有人会这么蠢吗 我一毛钱都没拿到 我还帮人家把他提高到840 那这个逻辑何在 我觉得现在这个案子的问题就在这里 就是说你也许会看到很多蛛丝马鸡 觉得柯文哲逃不掉 可是你就没有找到钱 问题在这里 所以人家就会觉得合理性不够 连彭正森六年财产增加了2400万 你也没有办法证明是不是来自金华城 所以你这个北柬真的就是 就是冲促上马 你查到的都是沈庆兴跟易小威 他是行贿者 我们现在还不确定他是不是行贿者 因为现在还没有找到受贿者 对不对 他只知道说沈庆兴有贿给易小威那个钱 结果沈庆兴人家老神在在 他说我那是慈善捐款 真好 总不兼给你 不兼给我 一个月慈善捐款4500万 因为你没有办法证明因果关系 问题在这里 所以现在整个办案的情况 你就是觉得 就是有点像一个荒谬的场面 就是金流你只看到 沈庆兴给他4500万 那一定是去做什么 可是却说不出什么事 都记回忆有拿到钱吗 还有谁拿到钱 都不能证明就是这样 法院之前 司法之前 讲的是证据 讲的是你到底查到了什么 能够让他一刀毙命 再等等应该是5点半前 整个发回地院更审的结果 裁定将会出炉 在刚刚检方这边出来讲说 OK 一切平常心 柯文哲律师出来则是说 他们尽力了 但今天的结果 一定会在台湾的政治上面 除了说大家讨论之外 可能也会有一些后座力 来 请教一下盛坡老师 这样子对这个案子大概 在社会现在比较持平的看法是这样 第一个 检查单位很粗糟 这个大概没有人认为他处理得很好 这种粗糟是因为是在柯文哲的身上 所以我们看得更清楚 其实在很多小老百姓的身上 只要你进去你就知道死了 那种粗糟的手法 那种翻到官府 你就走不走的名文了 这个大概很多人感受是很深的 这也就是我 因为这个案子 三个党我都要严厉的控告 严厉的控诉 因为每一个党都有被人羈押过 每一个人都说 半男不半立 半立不半男 现在是半白不半啥 那你们当时有潜力的时候 你们的司法改革做了什么 不要再叫了 今天之所以会造成你今天这么痛苦 就是因为你完全没有进到 司法改革应该做的事情 所以柯文哲是焦点你看到了 其他的小老百姓的受苦谁看到 第二个社会大家在相信的事情 不认为柯文哲有讲真话 这个大概也大概有很强烈的共识 只是政绩在哪里而已 法律是这样子 法律判有罪判无罪 不是他真的有罪或是无罪 是政绩不能证明你有罪 你就是无罪 就这样子 这是法律很重要的概念 所以从这样一个角度来看 柯文哲的信用是大力的降低 因为没有人认为 这个事他不知道 你知道今天 联络报就提了吗 三个不知道 他讲的不知道又马上 有伤得他的幕僚 签罗出来 为他都不知道做定义 为什么 那么很简单一件事 一个 指使会议的副市长 去把这个案子从560变成了 这么多的时候 变成800多的时候 现在也有人讲说是600多 不管是哪一个 市长不会问一下 这个很合理吧 为什么准备这么多 是672 对 有人说680不管 反正增加出来的 都是用百亿的单位来做计算 这个时候 作为市长的人不会问 为什么你给他通过这么多 道理在哪里 不然就大家开位决定的 然后你就说那就好 我看我刚刚表演的那一段 应该很多人不会听吧 我还记得当时他在修理 这个谁 这个好龙斌的时候 然后被人就说 这个是我不知道 他当然说 不知道 一细细也好 大概是这样的讲话 你对于一个有权力的人 在一个重要的关键点上 一个有决策力的人 然后他透过说不知道 大概大家都不会相信的 第三个 这个案子里面 因为站在柯的立场 他们有没有事先排演 说没有排演这片人的 这合理 这是人性 我应该怎么办 各位有没有注意一个 很有趣的事 我们的法律是规定24小时 就要做决定 那就是你被政治集体以后 24小时 事实上只有18个小时 另外6个小时要做裁解的 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 为什么他进去 这个检察署的时候 不好意思 盛风老师 我答断你一下下 原因是因为我现在看到 好像在网络上面已经传出 有积押庭的结果出炉了 这是在刚刚网络上面说 法院这边法官应该是裁定 积押禁件 收押禁件 好 这个是现在我们所看到的 是画面当中的左手边 这是在地院这边的一个最新刊版 才准许积押并禁止接见通信 也就是所谓的积押禁件 在今天柯文哲第二次的积押庭 早上的程序庭还讲说 要回到2号当时的一个 法律当中的证据 好 现在最新换了一个法官 换了吕正彦法官之后 目前给他准许积押禁件 来请教一下亮哥 今天这个结果出炉之后 当然大家就会有非常多的讨论 您怎么样来看 积押 我本来就认为积押 几率高一点 你觉得比交保高一点 比重保高一点 这个积押当然就是 我就跟你讲 民众党后续就是政治攻防了 因为接下来法律也没有办法攻防 这个案子就到这里了 我刚刚已经讲了 民众党一定会在立法院 就是跟司法系统跟媒体做对抗 相关的单位就是 你刚才要提大法官的人事 包括司法院 还有NCC的人事 据我了解他们也会集中 会到司法委员会做一些质询 这个会不会联动到国民党 我并不清楚 因为国民党现在还在忙着 做谢国良的败美案的努力 这个积押之后 到底民众党怎么样重新开始 这也值得观察 因为他一定要对党中央的权力结果做处理 刚刚讲到说李伟华不便回答 那是因为事情还没发生 如果发生之后 他可能就要依照党章处理了 就是专业委员要 要互推 然后选出一个代理主席 你总是要往前走 这个积押反正 事实上游英龙老师也讲了一个点 蛮不错的 他说克文哲就去准备一审的辩论 因为一审辩论是对整个社会公开的 那个就是他的机会 你大概就准备写一个告全国同胞书 准备在一审的时候 好好把你对这件事情的整个感想 把它说清楚 大概是这样 事实上历史上也不罚这样的政治人物 就是受到了司法的对待 他当然会认为是压迫 然后在一审的时候 藉由熊变滔滔 赶招了部分人 民众党当然未来要走这个路 他就一定要把这个事情 要做什么样的一个理解 我相信他一定会把它理解为 是一个司法迫害 之后你要做什么 要怎么定位自己 决定说台湾的司法改革 是不是从这里 找到一个新的动力 就是看后续 因为其实民众党他们在 立法院里面是有八席立委的 就后续会有哪一些的政治攻防 тем一一样 我认识的一个理解 是理解 是理解